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婚姻需要建立在感情基礎上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但社會上仍有許多閃婚的人 小部分人或許是命中注定 但一部分人我相信只是一時衝動 一旦兩人又有了小孩 該怎麼走下去呢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宜蘭早餐店廁所 老闆重傷吐血慘死 鬼妻低淚未流 竟在臨堂飲酒作樂 相識三月閃婚生子 孩子淨向前男友 高調布輪姐弟店 桃色激情暗藏殺機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豪放妻謀殺 小狼狗絞腹案 時間回到2011年8月6日 這一天是農曼的七夕情人節 案發地點在宜蘭市東港路校舍巷 警方被119貨報一起急救案 一間早餐店老闆李建穎被發現 倒臥昏迷在廁所 緊急送醫後不致死亡 他全身是傷 脖子上有明顯勒痕 還掛著一條釣魚竿的棉布袋 而一樓早餐店雖然被整理過 但明顯看得出曾經發生打鬥 甚至有椅子壞掉 驗失結果死因也是毆打勒幣 然而老闆娘黃玉玲卻聲稱 丈夫是在廁所尋短 問題是裡頭根本沒有可以懸掛的地方 警方打從心裡懷疑黃玉玲 現場卻採集不到有用激震 他究竟在隱瞞什麼 宜蘭33歲的李姓男子 上個月6號 家人發現他被人毆打致死 呈是在東港路住處一樓的廁所裡 坐在那邊去 我想看他在這裡 坐在那裡 這家人發現他被他人毆打致死 紀念靠這個地震 都沒有 甚至在出殯那天也都 都接受了 都沒有這個地震 更誇張的是黃玉玲在急診室 看丈夫被CPR搶救時 神情冷漠 無動於衷 甚至還在臨堂前 找朋友飲酒作樂 怎麼喪事有點變成喜事的感覺 太不尋常了 案發第三天父親節8月8日 專案小組掌握到一條關鍵線索 直指妻子就是殺人主謀 但警方壓著滑水 暗中要死者父母配合演戲 跟媳婦正常相處 甚至還要假裝袒護他 只是進度緩慢 家屬相當焦急 於是他們做了這件事 宜蘭涉嫌串通情夫殺害丈夫的命案 被害理性男子的家屬 懷疑媳婦黃姓女子也有涉案 但是苦無證據 因此在棺木裡放了桃木劍 銅錢和黑令旗 希望理性男子在陰間可以訴說原情 死者家屬口中所說的桃木劍原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據說桃木本身就有避邪作用 而做成了劍就會有氣凶作用 還有這面黑令旗和銅錢也都是民間 常用來替死者申冤的重要工具 桃木劍第一個可以避邪 那避邪也可以斬腰出磨 那人死後在陰間的過程裡面 很多的孤雁也會來干擾 或許桃木劍隱隱發揮作用 中央小組很快被掌握到傷官勢證 且鎖定了在逃嫌犯的蹤跡 不到一個月就收亡歹人 證實就是黃玉玲買凶殺夫 但圍繞著她的男女關係 遠遠超乎外界想像 婚紗葬禮夫妻兩笑得好甜蜜 沒想到妻子不但外遇 還夥同情夫殺死枕邊人 跟你有什麼關係 都別說 別說你下去打 本來想不到 我們對那麼好 還要做這個問題出來 那實在是真不真 黃姓女子和李希男子結婚五年 夫家還買房子 給黃姓女子開早餐店 去年五月十九歲黃姓男子 到早餐店用餐 和黃姓女子一見鍾情 互稱對方甘姐弟 今年一月又以沒地方住為藉口 入住夫妻兩家中 五月黃姓女子第一次 向小情夫表示 想讓丈夫消失 涉嫌動手殺人的黃乃文 才十九歲年紀正在當兵 卻是黃玉玲的外遇男友 在五月路前大喇喇的住進來 聲稱能幫忙早餐店的生意 實則都在黃玉玲的房內翻雲覆雨 後來丈夫發現一張發票 盡視太太買了燕玉棒 兩人大吵一架 我半年沒碰你 你買燕玉棒幹嘛 黃玉玲反嗆 我若不肯說你想怎樣 要讓你戴更多綠帽 兩人吵到差點離婚 並把黃乃文轟了出去 但黃玉玲人在早餐店的附近 偷偷幫他租了間套房 檢警調查發現 死者和三十歲的黃姓妻子 兩人平時感情並不好 妻子從今年一月開始 和相差十一歲的黃姓男子 暗通款取 趁被害人白天不在家 發生多次的性關係 並且教唆男友殺害親夫 黃女病逝成之後 還要會提供這個相當的金額 給這個黃男 又和情夫友人談好價錢 決定等殺夫計劃成功後 付對方八十萬元酬勞 今年七夕兩人發生性關係後 黃姓女子再次抱怨 還故意挑撥離間 黃姓男子氣得找來同貨 和女子丈夫理論 女子丈夫遭到兩人圍毆 當場口吐鮮血 剃絕身亡 國際公義最正確實 就是要看檔案 甚至要看事業也沒關係 附近鄰居都知道 黃月寧的早餐店沒特別好吃 只有許多男客喜歡上門 打烊後還會一起喝酒 甚至會進入他的房間 就連他跟李建穎生的唯一兒子 居然還跟他的前男友阿章長得非常神似 阿章以乾哥哥的名義也挺喜歡來幫忙帶孩子 各種留言早就滿天飛 而李建穎卻是個相當單純的人 直到某次鄰居發現黃玉玲跟黃乃文 竟然穿情侶裝 高調逛夜市 李建穎才驚覺自己綠光較底 死者擾父親完全不敢相信 媳婦竟然如此冷血 鄰居也說30歲的黃姓女子 有雙勾魂電眼 常常吸引很多男顧客少門 但是來看看她落網後 眼帶明顯下垂 臉色還有點慘白 可說真的是差很大 犯案三人逃了快一個月 警方最後尋現在宜蘭東山鄉 逮到了這三個人 最後依照共同殺人罪移送法辦 七夕案發當天下午 黃玉玲跟黃乃文一口氣 發生了三次性關係 黃乃文經不起姐姐的催促 在而同夥潘家榮決定當晚下手 還貼心要黃玉玲別在家 以免看到殺人故神 黃玉玲於是要阿張 晚上把孩子帶去湯姆熊遊玩 接著才跟著過去 在裝著一副不知情的模樣 回到家就驚呼 怎麼這麼亂 接著她喊著丈夫名字 假裝找人 但說到黃乃文他們打pass 兩人其實還沒走 黃玉玲隨即假裝不舒服上樓 再讓阿張在一樓廁所發現 奄奄一息的李建穎 雖然謀殺兒子的媳婦被求處重刑 但是還是無法慰藉老父親心中的痛 不只如此不相信女兒會犯罪的黃媽媽 原本口口聲聲說要等到法院判決 就會出面道歉 但事隔四個月黃媽媽始終必不見面 一句道歉也沒有 他們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一句對不起的話 他們都沒有跟我們說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 我媽媽很在意這件事 都沒看她老眼 連老一根眼睛也沒有 我們這女兒很惡奇 檢察官認為黃姓婦人法庭上 不僅毫無回憶還不斷狡辯 因此向法官求處無期徒刑 情婦黃姓男子以及幫兇潘姓男子 也遭求處十年刑期 另外黃姓男子具有軍人身分 因此也交由軍事法庭捐辦 這裡有一段小插曲 其實警方一直懷疑阿張是不是共犯 因為黃玉玲跟阿張分手後 才跟李建穎認識三個月就閃婚 接著孩子就出事了 阿張的公辭雖然有多矛盾 大多對黃玉玲有利 警方也懷疑那個孩子 究竟是不是阿張的種 特別去做了DNA親子鑑定 發現的確是李建穎的親身骨肉 也排除了阿張參與殺人案 一想宣判黃玉玲無期徒刑 一來一名蛇羲少婦買凶殺夫 死者的父母親痛是愛子 心中的憤恨無處發泄 只能拿刀搓媳婦的照片 我在戳 我真切 我不要肚子 我肚子 這寬 死者的父母親說 他們把媳婦當成寶來疼媳 沒想到蛇羲少婦不但發生婚外情 還貪圖賬付一千多萬人的房產 還有保險金 這麼辛苦 這麼辛苦 很老的 健康 幾人的人生 還沒辦法死人 這小的公義 本來應該是要量處死刑疾刑 他在審理中 對小孩子還是念念不忘 那良心畏敏 所以量處黃信雲被告無期徒刑 下手殺人的小情夫黃信男子 當時是現役軍人 軍法庭判處無期徒刑 而幫兇潘信男子則是判了十二年 我們一半 六年了 六年出來 都很孝頑 這個人命是怎樣的 這四人就有四人了 這合理嗎 家屬不滿 持續上訴 2013年10月31日 最高院駁回上訴 維持一審判決 三審定念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全案沒有直接的殺人見據 關鍵人物就是共犯潘家榮 從良心不安到警局自首認罪 並供出所有的犯刑 而黃玉琳始終狡辯 側謊也沒過 最後經不起多方證據印證 被狠狠打臉 甚至被公公痛斥 如此惡毒 有如現代版的蕩父潘金玲 最後讓老Z工商實踐下 最新中天自由品牌保養品 KS皇家呵護 保濕舒緩凝膠 採用國際協會認證 高品質 擴插索如蕙 並添加高鎖水成分 小核菌膠 保濕舒緩 清核不黏膩 現在就像快點購 填上老Z推薦代碼 享受更優惠的保濕體驗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蕙協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蕙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